有外人來操縱 然後讓大家兄弟吵架 我覺得這樣就很不應該 我怎麼知道是誰 我如果知道誰 我就把他槍斃著 語出驚人的張國偉 口中的外人亦有所指 最新傳出張國偉所屬的弟弟派 其實並無意針對大哥張國華 而是要大力切割集團老臣柯立青 張榮發過世後原本支持張國偉的柯立青 轉向拉攏哥哥和另一個老臣戴景權 掌控整個集團 除了各自出任長榮國際董事長 和總經理 還擔任長榮鋼鐵航空董事 算一算光是長榮國際 柯立青月薪就高達五十六萬元 加上董監事薪酬和分紅 一年可以拿到將近五千萬 其實當時張榮發為了避免 就是 就是分家嘛 所以他用兩套策略 一個是長榮國際 一個是長榮巴拿馬 然後把他們股權分散 哥哥是這個董事長 所以他只要我不做任何件事情 這是沒有辦法改選的 而很抱歉的事情是長榮巴拿馬 又握有大概將近七成的 長榮海運的股權 巴拿馬長榮國際 因為在海外註冊 而且沒有上市 資產獲利始終神秘 傳出目前張國偉正改請律師團 近期可能在巴拿馬建交地的新加坡 召開臨時董事會 這回力拼拿下巴拿馬長榮 這場經營權戰火 從國內延燒到海外未完待續 三一群蘇雲瓜李孟山 台北報導